好 客运车如果从停靠站要切入车道 要不要来里让后面的车辆 在南头有民众拍到客运车硬切车道 居然还按喇叭警告这个小客车跟小客车来呛响 那么小客车就一路尾随啊 发现这客运车不但双黄线超车 甚至还闯红的 小客车沿着道路前进 这时前面靠站的大客车虽然打了左边的方向灯 但是却还是硬要往内线切 这时民众看要撞上了赶紧按喇叭示警 不过客运司机却开了窗向民众呛响 而开车的民众气不过 开始尾随这辆客运车 结果发现这辆客运车不仅钻来钻去 还跨线超车并且闯红灯 根据道路条例这样的行为 可能已经违反了道路安全 依法是可以开罚 你起步车辆要让行进中车辆先行 那违反这个规定的话 最高罚新台币1800块 大型车闯红灯直接以最高额裁罚 直接罚5400 大型客车如果不遵守先离让后车前进的规则 却以车辆体型硬是要切到车道 发生车祸不仅是两辆车之间的危害 在客车上面的乘客也造成危险 这样的举动只能说太超过了 记者综合报道 我记得了车辆体型的乘客 能评论吗 需要交货 博路